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們先來看一下在之前留下來的作業 偶像團體Study Heart 為了要出應用問題 經濟的偶像團體 有熊老師成為經濟人 Study Heart 有四名成員 一個叫做玄良 一個叫刺骨 一個叫鑿壁 一個叫偷光 就很認真念書的四個人 因為內多不可很嚴重 各自粉絲都只支持一個 我相信有其他成員 經過調查的結果得知四個人的粉絲總數有540人 如果有隊長玄良 所以玄良是隊長 粉絲有5040人 如果隊長玄良的粉絲有1232人 畫字圓餅圖時 他的圓心腳有幾個 我們這題實在是很簡單 就是這個 帶大家練習怎麼去算圓心腳 畫那個圓餅圖 所以是5040分之1232 那要約多少呢 5040其實這個數字很漂亮 他是七八九十是不是 八七五十六九六五十四 對 這個七七乘八乘九乘十 那這裡是 五十六 九六五十 九五四十五 九六五十四 這裡剛好五零四 乘他是五零四零醬 好 所以 這個是 這個是 七八九十 然後1232看起來就有八 對 那如果去八的話呢 一二 一二三二 先除以四好了 除以四的話 是三零八 那 這裡 就還有 四 這裡還有四 這裡再除以四的話 是 七十七 對不對 二十八 二十八 對 所以他是 十六乘以七十七 十六乘以七乘以十一 那 約分 那其實這個拆開來是多餘的 就重點就是要約分 所以約分的時候就可以把七約掉 把八約掉 再約掉 一次就會留下四十五分之十一 很漂亮的數字 為什麼說很漂亮呢 因為三百六十度是九十的四倍 是四十五的八倍 所以這個 三百六十乘以四十五分之十一 三百六十跟四十五約的時候 約掉就會變成八 八十八 所以答是八十八度 你有答對嗎 第二題 這個 承上 就在這個 study heart裡面呢 有這個 Rap 擔當 就我們的偶像團裡面都會有 這個 一個人負責唱高音 一個人負責唱Rap 那這個 Rap 擔當 是這位 第二位 刺骨同學 他在圓秉圖裡面 佔了三十分之七 其中他的粉絲有幾人 那 你看這個 題目很有趣 他講在圓秉圖裡面佔了三十分之七 其實他就是佔了三十分之七 就是 我們一般會講說 在圓秉圖裡面佔幾度 腳 對不對 但他也不是 所以這個圓秉圖其實是多餘的 就是他佔了三十分之七 那所以他有幾人呢 那一樣就是 這個 五零四零 錯了 五零四零乘以三十分之七 那這樣是多少呢 十約掉 三約掉的時候是 十六 是四十八 八一六八 所以是一六八乘以七 好 來稱一下 一六八乘以七 八七五十六 四十二 一一七六 好 所以他的支持度比這個 隊長還要低一點點 隊長有四十五分之十一 欸 他們可以通分 通九十的話 這是九十分之二十二 這九十分之二十一 就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真不愧是隊長 來 那如果說是 這個 BBOY 就是這個 我們這個偶像團體裡面 負責跳舞 負責跳街舞的 跳街舞的 號召 不是 自己取的名字忘記了 他叫做 這個 趙B 趙B偷光 趙B的粉絲人數有 他比最年輕的是提光 少了 十二趴 所以提光是最年輕的 簡單的介紹了 這四位 那 這個問你趙B有幾人 在圓秉圖裡面 提光佔幾度 那其實就是說 因為乘上題 乘上題 那 等於說 隊長 隊長 懸良 有四十五分之十一 那 四十五分之十一 然後 刺骨有 剛剛講 三十分之七 那 我們剛剛說 這樣子其實是 九十分之 這一個是 九十分之二十一 OK 那 總共九十嘛 九十的話 扣掉 這裡四十三 還有四十七 對不對 這裡四十三 所以 剩下兩個 要去分九十分之四十七 然後他說 趙B的人數 比最年輕的提光 少了百分之二 百分之十二 換句話說 提光如果是 這個百分之十二的話 是 二十 銅除四 銅除四 銅除四的話 是二十五分之三 換句話說 提光如果是 二十五的話 那 他其實只有 二十二 所以他 比 就是說 如果 提光是 二十五 的話 那麼 我們剛這個 兆B呢 是 二十二 就他 比他少了二十五分之三 所以 就是比他少了 這個 百分之十二 那這樣子 合起來剛好是 四十七 剛好是 四十七 這個 應該這樣寫 寫在這裡 B比T 等於 這個 這個 百 少了百分之十二 我們寫 八十八比一百 然後 會等於 二十二分之 二十五 設 這個 B等於 二十二 R T等於 二十五 那 因為這裡 這個 這個 就寫這樣 其實已經解出來了 只說要怎麼寫而已 所以這邊呢 他佔二十二 比二十五 那總共有 九十分之 四十七嘛 所以 就會得到 他其實是 橘色的 九十分之 二十二 這個是 九十分之二十五 然後最後要回答問題 最後回答問題 他說 那麼請問這個 叫B的粉絲有幾人 那 要去算 九十分之二十二 五十二 乘五零四零 五零四零 那我們剛講 五零四零四七八九十 乘起來嘛 所以九十約掉 好就剩下五十六 乘以二十二 五十六 乘以二 的時候是一一二 嗎 那再一個十一 一二三二人 喔!他跟那個隊長一樣多呢 然後他說圓餅圖裡面偷光佔多少 那偷光佔這個九十分之二十五 那同乘四是三百六十分之一百 所以他佔整個圓裡面的圓形角一百度 好!我們上一集的作業就是 這個一樣延續著我們同一個情境 因為要不然一直要重新設計故事也是很麻煩 偶像團體studyhard弄到了上半年 這個粉絲頁貼文的時候按讚的人數統計圖 那如果統計圖的長條圖是左上角的這一個的話 問你哪一個會是他的折線圖 那我這裡有這個累計按讚 注意你們在寫作業的時候假如有留意到的話 我們上一集介紹累計次數折線圖 所以我這三個圖都是累計的 可以嗎?那哪一個會是? 那雖然題目沒有說我們這個累計折線圖是以上累計還是以下累計 但是就是像我們上一集就在講 就是說不同的圖適用於不同的情境 那其實你底下看月份沒有人這種 就是這個按讚人數是扣下來的啦 因為你按讚人數一定是不斷的累計上去嘛 所以他一定是累計的向上 那這一題到底要問什麼? 就是要問你說你能不能夠從折線圖 從長條圖裡面去推估哪一條線比較合理 那因為他是不斷累計往上累計的 所以當然這個是不可能的 那這兩個哪一個對呢? 你仔細看你會發現2月份是增加最多的 所以1月份在這裡 到2月的時候這條是最陡的 是合理的 然後4月份的時候3到4月也是很陡 然後5、6月比較緩 3月也比較緩 所以就是說這樣子的話呢 這條線是比較合理的 最多 對應到就是1到2月的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是最陡的 可以嗎? 好 那就是這個問題啊 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看你們懂不懂得去判斷圖形 從圖形上 你如果是這個圖的話 應該是最後這個月增加最多啊 他突然在最後面飆上來 前面都增加滿緩慢的 後面整個就很快上來 但是就不符合我們的這個情境 不符合這個情境 所以呢是這個圖比較合理 來看下一題齁 一樣是這個偶像團體 Study Heart 他到娛樂台代班主持新聞 那4名主持 4名成員各主持了一段時間 他們沒有同台的意思 就是說他們沒有重疊 沒有重疊出現 有粉絲統計了4個主持人 各自主持的時間長度 繪製成圓餅圖 那這一集是要做什麼齁 這一集就是要讓你們呢 試著怎麼樣 把這個比例 這個是四分之一 百分比這個是百分之三十五 角度 圓心角的角度 這個是72度 去做整合 他說如果選L比偷光多主持了1.5分鐘的話 那麼整個這個新聞長度有多少齁 那我們全部都換成比例好了齁 就是說這個 四分之一就四分之一嘛 三百六十分之七十二齁 那七十二是剛好是 三十六的兩倍啦 所以三百六十分之七十二的話 是十分之二齁 也就是五分之一 三十二十分之一 那百分之三十五的話 那百分之三十五的話 同除二十齁 它其實是這個 它其實是這個 還同除五齁 是二十分之七 那 我們就全部都通分到二十 所以四分之一是二十分之五 然後五分之一是二十分之四 那所以這樣子提光是多少呢 好這個 二十分之五 減二十分之七 減二十分之四 好這樣是二十分之十一 這樣子的話是二十分之十一 一然後又五是十六 所以是二十分之四 所以它們兩個樣 好他們兩個樣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 他跟你說如果選L比T光多了一點五分鐘 也就是二十分之五 總長角色R減二十分之四R 會是一點五分鐘的話 那這個減起來是二十分之一R嘛 所以 多寫一部啦 二十一分之一R是一點五分鐘 兩邊同乘二十 R是三十 所以整齊節目是三十分鐘 可以嗎 偶像團體 Study Heart 最新一波主打歌 最遙遠的連心線 看我還幫他們設計了主打歌 最遙遠的連心線是由玄良跟刺鼓兩位主唱的 那粉絲統計在MV中只有他們兩個出現 他說選L出現的鏡頭有兩分十秒 兩人共同出現的鏡頭架好佔總長度的三十趴 那只有刺鼓出現的佔四分之一 都沒有出現的佔二十秒 也就是 然後說MV總長是三分二十秒 那請問選L出場鏡頭比刺鼓多幾秒 那其實這個問題就是那個 那個毛視圖的問題嘛 所以 MV總長是三分二十秒 然後選 他說只有選L我要注意喔 這個是選L有出現的鏡頭 只要是選L有出現的鏡頭都算的話是兩分十秒 我們 我們 好 沒關係 算兩分十秒 然後 他說 刺鼓 只有刺鼓出現喔 注意喔 這裡講的是只有刺鼓出現 也就是有刺鼓但是沒有選L 只有刺鼓 就是這一塊 越量型 只有刺鼓出現的佔四分之一 那因為總長是三分二十秒 我們把它算成秒好了 這個 六十 乘三加二十是兩百 兩百秒 然後這個兩分十秒 我們把它換算成秒 所以是這個一百三十 那所以只有刺鼓出現的部分 我們把它用粉紅色寫的話 總長的四分之一是五十 好 那所以這裡是一百三 這裡是五十 所以整個合起來是一百八 那兩百減一百八 換句話說沒有出現的是二十秒 沒錯齁 所以其實這一題的這個數據是超給的 就是 給很多啦齁 他其實有一些數據不需要給你 可以算齁 可以去自己從裡面算出來 那這個然後他說兩人出鏡的鏡頭 恰好是總長度的共同出鏡的鏡頭 剛好佔了三十趴 剛好佔了三十趴 那兩百的三十趴的話是60 所以在這裡是60 把他畫大一點 這樣子啦 那麼他說齁 那請問玄野樓出場的時間 比刺骨多多少 所以玄野樓出場的時間 其實是一百三 那刺骨出場的其實一百一 這就是答案齁 可以嗎 來 一樣齁 偶像團體 以知這個造逼跟 造逼跟踢光的粉絲齁 完全沒有重疊齁 因為互相討厭對方 那這個兩人的粉絲中 都有一部分成為了對方的黑粉齁 那試著為造逼的粉絲齁 B粉和T粉 以及黑造逼的 B黑和黑 偷光的T黑齁齁 四個族群畫出毛仕圖 那就是說 讓你們 這一題 就是要去展 去 試著去讓你們去想像說 就是 有重疊 沒有重疊 然後我現在四個圈圈 那運作起來可能會怎麼樣 那這個 直接畫給大家看 就是說去 試著去想像說 這些圈圈會有什麼關係 那 題目已經講了 T粉不會跟B粉有交疊 然後呢 這個 兩個人的粉絲 都有一部分 跟對方的黑粉重疊 他的粉絲也跟T粉有重疊 那你不可能又愛又恨他嘛 呵呵 不合理齁 所以 兩個人的粉絲 跟自己的黑粉也都不重疊 那當然 這兩個黑粉之間 是有可能會重疊的 所以就會形成這樣子 OK 那這個是這一題 好